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厨房 那我们来做这个牛排 那我手上呢这两个乳酪呢 这个是Stilton就是英国蓝乳酪 这个是丹麦的乳酪蓝乳酪 那这个Stilton乳酪呢 它的蓝色比较少 但它呢有一股这个啤酒的香味 那这个丹麦的蓝乳酪呢 它的蓝色比较多 那味道呢比较浓 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把这个 这个Rib Eye就是乐眼牛排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油呢 分布蛮多的 那先呢用这个盐呢稍微撒过 然后还有这个蒜粉 蒜粉也撒一撒 那么刚刚呢我们跟那个酿酒师呢 有多很多的对话 那在家里的厨房呢 或者是说在家里的院子呢 烤牛排呢就跟那个直接烧素质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在牛排上面呢不需要呢放太多的油 因为基本上热眼牛排就很多的油 就在肉的部分稍微涂一点油 等一下我们在烤牛排的时候 它里面的油会跑出来 这样就足够了 那我们锅子呢要烧得很热很热很热 那我这里呢是用烧烤炉 那烧烤炉呢的纹路呢 其实很多人会讲究牛排的纹路啊 那这烧烤炉呢 它是这个直线 我们把牛排呢摆成45度角 把它烤成45度角 那现在我们就数30秒 那30秒呢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一边烤的30秒过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 一样呢成一样的45度的方向 给它先给它翻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现在的纹路就油了 那压一压也可以帮助它 把纹路呢烙印的更清楚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再过30秒 当然呢 这个时间速度也要看你的 这个牛排的厚度哦 那我们现在呢 就换另外一个45度哦 想要吃那个里面比较软的 你也不需要烤太久 都是各30秒就好 那30秒之后呢 我们要把边边都烤好 也边边都烤过 以后呢 我们把它放下来 一样呢 是30秒 最后 那这个时候呢 30秒后我们把它关火 然后呢要盖盖子 焖 其实牛排呢不是煎到熟 而是我们煎到呢 表面煎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焖到熟 因为其实牛排经过烤了以后呢 它的温度提高以后 就算我们停火 它是还在烤的哦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牛排呢 移到这个烤盘上 我们把这个卤肉呢 就放在这个 牛排的上面哦 当然我们没有放呢 刚刚这个cereal 它所放的这个 它所谓的洋葱呢 其实是shallow 也就是红葱头哦 那这个呢 烤箱哦 要把它放在最上层 因为我们是用 用这个boil 那上层火 而且呢 你的牛排呢 越靠近上层火越好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 有盖盖子呢 有冷却了 牛排有稍微冷却下来 所以你是 虽然现在用这个 上层火烤 但是你也不需要担心说 它呢 会烤得太熟 因为我们有让它稍微冷却 你从外面进去的温度呢 还要再过一阵子 它才真会真正的影响 它里面中心的温度 好 所以呢 盖了盖子以后拿出来 之后我们再放冷卤肉 再送进去烤箱 好 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冷卤肉已经是融化了 只要看到它融化就好了 那我们的那个 今天的牛排呢 就完成了 这个是 是 英国的 软卤肉 那这个呢 是丹麦的 软卤肉 那呢 它们就像酱汁一样呢 让你这个 牛排可以更可口 当然呢 很多人可能不敢吃 乳酪 你也可以用奶油啊 然后呢 加上一些配料 那一般呢 我们传统的这个牛排餐呢 都一定会加上那个 Potato 就是马铃薯 或者你叫苦豆 但是呢 我建议呢 现在呢 比较健康一点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kinwa 也就是梨麦 梨麦来做这个 来配 做配菜 这样会比较健康 早上吃牛排 绝对是健康的 然后呢 不要太担心 来吃这个牛排 我们下一次 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